选择CSV文件编辑模式 点击添加新增贴桩元件 输入元件名称、封装及标志 双击X或Y坐标 移动坐标至PCB板贴桩位置 移动速度可通过H或L切换 调整至元件中心最佳位置 点击确认保存贴桩坐标 点击添加新增其他贴桩元件 复制元件信息 粘贴到新增的元件 修改元件名称 元件名称没要求的 可忽略不用修改 双击选择的元件X或Y坐标 移动坐标至PCB板贴桩元件 移动坐标至PCB板贴桩位置 点击A加或A减 调整贴桩角度 角度方向以坐标外圆的白色圆点为准 微调整至最佳位置 微调至最佳位置 点击确认保存坐标 以同样的方式继续编辑其他元件贴桩坐标 中文字幕提供 清除贴桩角度的可调整位置 先按确认保存 再重新打开坐标 编辑输入贴桩角度 以同样的方式 编辑剩余同值元件坐标 编辑输入贴桩角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上方法 编辑所有元件坐标及相关信息 复制粘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有元件 编辑完工 双击任意元件的坐标 点击定位 检验坐标是否正确 如有偏移 可调整至最佳位置 点击优化 自动排序最佳贴桩次序 检验优化后的坐标 点击右下角保存按钮 输入文件名称 保存 CSV 坐标文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